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下台北股市五分钟解析一下 台北股市昨天就经历过了上个礼拜五 那么ETF大买之后呢 大买599亿买超 之后呢 昨天其实就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ETF的买盘支撑就已经没有了 因为0940已经正式的上市挂牌了 所以台北股市昨天最后呢 是开高走低做收盘的时候 下跌了72点 收盘指数2022点 跌幅0.36% 成交金额3654亿元 不过OTC还是很强啊 上涨了1.92点 收盘指数是254.03点 涨幅0.76% 好 这边请教一下昌星啊 当然 好 我们已经解析了 大概是三个礼拜的 ETF的问题 好 那现在呢ETF是真的必须要放到一边了 没错 他要回到第二季 是从讲了风格转换之后呢 我就讲说那台股是不是也会有风格转换 会会会会 然后呢 现在发现全市场都在谈风格转换 怎么来看待第二季开始的台北股市 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一季度 尤其是在三月 就是ETF月嘛 那ETF大家要记住 这一次ETF热潮是聚焦在所谓的电子股的高股息 那电子股的高股息呢 各位可以看到 昨天在939 940 尤其是940挂牌之后呢 那一度就开始往下去做所谓的被获利了结的动作 所以第一个大家现在要留解 现在我反而认为 投信高持股的这一些股票们 就会是外资提款的重心 所以反而要避开啊 因为因为变成说是一个筹码转换的一个动作 现在筹码的资金呢 是流向被动式的ETF上嘛 那被动式ETF容纳那么多资金之后 那刚才风云也提到了 买盘已经买完了嘛 那昨天各位看到 包含这个我们说之前提到的 这些所谓的1750亿 大家买了92% 看他公布的时候 那买盘的动能结束之后 那接下来回归到市场的交易状况之后呢 外资的动向 昨天并没有大幅的买超 那投信的买盘力道又减多之后 那反过来哦 这些涨多的 或是说这些本来被陈府拱上去的 反而现在是一个所谓的盘面的弱势的重心 因为他涨太多了 所以第一个我建议朋友是这样子 回到基本面来就说 如果大家在意的是高股席 那这高股席的类股能不能配出真正这么好的席值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哦 如果配不出来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高股席对方表示过去能够配出来 比如说长龙那长龙最近就怎么样 哎 头去买了 可是外资一直卖出来 为什么因为外资认为说 包含航运类股航运三雄啊 长龙 阳明跟万海吧 对 你看他的位置点真的是天高地远 差距很大 天差地别 对 长龙那么高 然后万海跟阳明那么低 对那不太可能说长龙这么赚 然后其他两个都不赚嘛 那所以我们只能回过来推测 就说哇 因为长龙配发出来的股息股力不错 可是算起来大概是6%左右 但是这样的话 其实拱上去之后 那就会被调节 所以我认为呢 其实这些高股息殖利率股 其实就会开始做一些调整哦 那会做一些所谓的 呃调整的动作 好啦那进入了四月份哦 那我们一定要讲一些啊 比如说我们提到风格转换哦 那风格转换里面 我觉得有两个系列 大家可以来关注 第一个就是国防军工类的 那国防军工类的 其实哦 我说老实话啦 在520之前都会有题材 那这个题材呢 从造船 哦那到坐飞机的 比如说无人机的 雷虎就涨蛮多了嘛 那再来就是说 坐飞机的 比如汉翔 那我觉得其实 国防类股 其实我们反过来说 它是 极其低 有后面的题材 它算是低档往上拉 那说老实话 这一类股呢 它的殖利率不高 所以它也不会在 ETF的高成分股里面 所以国防军工股 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个关注的重点 那再来一个我觉得 呃都被大家低估就是车用概念股 这汽车的 这跟我们待会提到的一样 最近很夯的就是小米嘛 对不对 那还有比亚迪哦 那特斯拉往下 所以我就在台股的供应链里面 其实我们占到这个优势 我们也供货给特斯拉 我们也供货给 呃应该是说 到了这些所谓的造车新势力 那过往我们只看特斯拉 那在特斯拉下的状况下 哎 A股的这些造车新势力往上之后呢 哎 台股的这些原来的中国的汽车供应链 其实我们说 为什么说风格转换 它在很低位阶 你去看去年的财报都不好 可是今年的一二季度 哎 一二月份开始 哎 其实营锁开始往上升 那反而被大家所遗忘 因为大家在追求的是什么 我追求高股息 可是这些不会有高股息 这算是在低位阶 他来做一些所谓的低基期的成长 那像昨天这些什么被动元件 什么国具啊 华星科 哎 开始涨 这就是一个序道 所以那个车用概念 尽量避免跟特斯拉 关系太密切 对 反而要去看 他能不能够供货给 中国大陆的造车新实力 没错 对 所以说包含 包含比亚迪啊 还有小米 还有我们看到的问界等等 其实这个就是刚好一个相反的部分 如果是特斯拉太多的 那其实相对来说特斯拉现在很弱嘛 那供应给这些所谓的 我们说的大陆的这些所谓的 汽车概念股的话 其实台湾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公司 那我认为呢 就会做一个风格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结论 就是说对于台股来说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在两万点以上 那其实很多高位阶的股票呢 在现在会开始做震荡 所以现在大家反过来去寻找说 哎 有没有低位阶的 那比如说军工概念股 比如说汽车概念股来说 也许去年第四季的表现不好 可是在今年的第一季 看起来脚出不错的 亮眼的成绩单 我觉得接下来的第二季 走的 就不是纯粹的电子 你反而要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 所以看起来是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第一季表现 其实是不错的 没错 但是因为大家都没有看到他们 所以他们的基期太低 所以必须这两个相加 其实反而会是第二季 有机会的个股 对 风格转换很重要 没错 好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陆港股的部分 那港股的部分呢 这两天其实都是修饰的 对没错 他们真的什么节都放 对 应该是说 跟着西方放比较多 跟着英国 对跟英国 好来 但是呢 陆股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 上证指数又连涨了三天 没错 前一波 我们其实看到 他已经休息了大概是 两三个礼拜 对 他是 突然之间涨一大波 然后整理了大概两三个礼拜 现在又连涨三天 他会复制 这个在 我们看到今年二月的 二月初的时候 开始的那一个 整个的农历前后的一个大红盘吗 有机会吗 我觉得其实有机会 那其实我也一直在节目 跟大家提到 比如说像你上次A股来说 你一定要把握他回挡的机会 那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上个礼拜 上半周是下跌的吧 那从上个礼拜 下半周开始就是连涨三天 然后又来到了月线之上 准备突破新的 我觉得今天应该有机会 往上去做拉抬哦 好 那整体的A股市场呢 那如果说短线 跌破月线 就涨都回挡嘛 马上又站上去之后 我们先跟大家定义哦 那就表示底部越电越高 那这次的底部 大概就在 二九五零到三千之间 所以这个底部就垫高了嘛 已经垫高了 对已经垫高了嘛 所以之前的底部说两千八 现在的底部到两千 所以我觉得大家看A股哦 不要有成见啦 成见意思就是说啊 那我觉得这个市场不好 所以我就不看他 其实我说老实话 就线论线嘛 这个底部假设持续垫高的话 那表示怎么样 哎这个市场有 只要有下跌 就有买盘继续往上拉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分分看一看盘 在一个二九三五嘛 那这次就是二九九零 一跌下去 然后就往上拉上去了 所以表示说A股的市场 其实他是有很坚强的支撑力道 那刚才其实呃 这节目也有提到说哎 中国的这个财新 PMI指数哎 又他对不对 又创了对上升 但应该是比较特别 就是官方跟民间同步都上扬 而且都站到五十之上 对那就表示说 其实这个制造业的复苏呢 其实他是整个从第一季度 开始是持续的慢慢往上 所以很多人过去就会觉得说 哎 其实A股的市场呢 是出现一个消费的衰退 我在这儿强调房地产跟消费 基本上呢 还是一样 他要走比较漫长的路 可是对于制造业来讲 他现在是处于扩张的周期 那制造业的扩张周期呢 就会让A股的市场呢 开始走一个所谓的 开始我们去讲结构性的改变嘛 那个结构性的改变 那昨天大家一看哦 拉台最多 涨最多就是创业版嘛 所以就像我之前讲的 其实他一拉的话 他他不会去拉主板 主板就等于是等于是称指数 但是会有创业版的拉台 所以呢各位看到 昨天的这个拉台里面呢 创业版其实涨的蛮多了 创业版长了快3% 那3%的里面当然啦 那包含宁德时代 就是贡献最多的哦 所以我们待会 就在下个就要好好跟大家谈哦 其实中国现在 就会变成说 从旧三样到新三样里面 这种科技类股的转换 那是不是有带来 所谓的市场的效益 我说老实话啦 对于A股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看法 就是说官方的说法 是一个说法 但市场的钱 有没有进去 如果市场钱有进去 那股价有开始动 那表示这个部分我就要请教你了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说三月啊 三月初以来啊 之所以他进入整理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大家期待两会 然后会不会有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可是没有等到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对才会造成了三月的中下旬 开始有一般整理 然后甚至有一点点回跌 对那这这几天 其实没有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没错 就啪啪啪连三涨 他的意味是什么 所以意味在于说 现在不是官方放钱就会涨 因为我们还是说一定要回到一点 现在的A股 其实属于要准备是 还是一样处于在宽松的市场 可是宽松的货币 比不上真正实质制造业的成长 也就是说 现在A股在等的 不是等政府放钱 现在在等的是说 企业有没有真正的获利 那企业有获利 营收有上来才会涨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一波里面的房地产 还是属于相对比较弱势的 那消费股呢 像昨天谁有撑住 高价的白酒股 他叫撑盘 比如像贵州茅台 我很久没提到贵州茅台 贵州茅台 他是做撑盘的动作 茅台这一波呢 其实他也成为一个稳盘的动作 可是民间的信心消费 有没有回来 其实我认为了 现在A股还是缺乏 叫做信心不足 也就是说现在是怎么样 市场上觉得说 我车开始卖得动的 我手机开始卖得动了 可是大家怎么样 这个消费类了 还是怎么样 过足不前 我再次强调 现在上海了 北京啊 你说大家有没有钱 有钱 可是怎么样 还是省着花 储蓄率创高 但是呢 消费力道的成长 你看他的储蓄率这么高 可是消费力道的成长 就是3% 4% 5% 对 所以还是一样 我觉得说 有钱啊 你敢不敢花了 不过我给大家一个数据 就是说 其实这整个 这个所谓的 我们看到的过年期间呢 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之前就提到了 CPI就是我们就这个 看到的这些物价指数 是往上拉的 所以包含说 近夜的出游啦 还有这些电影的票房 其实对比到去年的同期 大概都有30%左右的上升 所以只要现在 我们说PI往上 那CPI 它开始同步增加的话 他们其实是怕通缩 现在反而通缩减少的话 我认为A股接下来了 就会怎么样 大型股吻盘 科技股冲刺 所以我还是持一样的观点 这一波还是一样 从这个科技股来做下手 好 大型股吻盘 对 但是呢 科技股冲刺 对 而这个科技股当中呢 要从旧三样 变成新三样 风格转换到新三样 对 到底什么是新三样 要如何的来选择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了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台湾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 也是期货分析师 林昌新 来陆刚胡姐 西刚提到了 从旧 还是科技当道 对 那么过去传统的 比如说像是白酒类股 对 这些虽然占大盘的比重高 可是它是稳盘用的 没错 而并不是拿来冲刺的 是 冲刺还是科技类 而科技类现在有风格转换 从旧三样 转到新三样 对 什么旧 什么新 一定要送旧迎新 表示说其实 大家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开发中国家 它要开始来做一些成长的转换 就像台湾以前就是做轻工业 那现在要变成说 从重工业 然后到时候高科技业 那对于所谓的旧三样 其实就是所谓的 我们看到了服务 这个所谓的家具 应该说服装 家具 还有家电 就白色家电 那叫旧三样 那就是等于是轻工业 对 所以说轻工业 那轻工业现在转换成新三样 那所谓的新三样就是电动车 还有太阳能电池 还有这个锂电池 就太阳能 还有电动车 还有锂电池 这也是 应该是说 大陆这几年 都一直在大力扶持的部分 但这些 不是都已经谈很久了吗 是 没错 其实中国大陆在这几个项目里头 非常领先 这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所看到的 但是你知道这一个所谓的新三样 我们认为说他在去年度 大概是在年中 大概出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我们说口号出来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口条出来 可是呢 去年的下半年持续的修正 那修正的过程中呢 包含说我们说的在美中的 这个所谓的科技战里面的去做防堵嘛 但是反过来哦 我认为为什么我一直提到这个新三样 就是说 你会去看这新三样的这些概念 股有没有真正实质的落地反弹 所以其实一个叫做口号 我刚才提到了吧 比如官方讲的吧 大家都一样嘛 对不对 每一个 每个地方都是这样 哎 政府会讲一个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 民间在做消费的时候 有没有落实到上面 所以我再次先跟大家强调 以前过去看到A股 都会看比如A50 那其实A50占的比较重的 毛台啦 民生银行啦 这一些 其实他占的叫做消费银行跟金融 跟保险那说老实话呢 有没有机会快速复苏 我认为那复苏时间 相对要拉比较长一点点 所以反过来 为什么我们说要从新三样来走 比如说新三样来说 第一我们前几天 前几次已经提到的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创新高 所以第一个宁德时代在做 锂电池的系统里面呢 有没有机会 在带领A股往上走 你所谓的创新高是 创短期新高 就创新高 这创应该是说已经创了 波段新高了 创了这个今年的新高 那宁德时代已经来到了 昨天创高了来到199块 那也大涨百分之四啦 那整体市场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宁德时代代表就是什么 电动车的电池 那这个电池来讲呢 其实已经跌蛮久了 所以宁德时代代表 就是所谓的锂电池概率 所以昨天的A股市场 锂电池类股包含宁德时代 那包含它的锂的上游 因为这是A股跟我们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很多做原物料的 锂啦 钩啦 这样的一个价格 开始什么 落底反弹 所以这个第一个讯段表示 所谓的电池的部分 锂电池带机会 那相关的台股的 这些锂电池 其实我认为也会动 因为也算低估了啦 所以说大家 就做一个联想的部分 那第二个 我觉得更重要叫做 比亚迪 比如比亚迪 他在这个 昨天4月1号 去公布 那三月份的新能源车的销售量 大概整体来说是30万辆 然后整体来说呢 同比啦 大概上涨了百分之13左右 所以 对对 所以说等于是说 比亚迪的这个所谓的车 那基本上是有销售量 而且销售的不错 那整体的市场呢 对于中国的新能源车 我们台湾叫电动车嘛 他们叫赛道 这个赛道呢 基本上呢 其实呢是在零跑 而且我之前就提到过了 对于A股来说 他一定要东西去做外销 所以现在的电动车 新能车 就是他想办法要去做外销的部分 那整体呢 现在就什么 我觉得是一棒接一棒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会有旧的电动车 比如说像过去来讲 很多都说 那A股的这些所谓的电动车 他可能是一个红海 对啊 现在竞争这么激烈 小米虽然说卖的很好 可是大家反而很紧张啊 对觉得说 那是不是其他的人 就必须更竞争了 对 所以我觉得 呃 A股 比如说我们就大会有讲 这个叫内卷 内卷就是说 如果是在中国的市场里面 自己去卷 就卷不出什么玩意儿来了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要出海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包含小米华为 还有造车 新势力的魏小李 说老实话 后面的目的性 并不是在中国卖车 而是要卖到全世界 所以我认为呢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呢 哎 小米也开始坐车 那苹果车坐不出来之后呢 其实刹在蛋的是谁 刹在蛋的其实是特斯拉啦 好那你说 现在支持特斯拉的唯一的理由 就是木头姐买它啦 可是木头姐 最近都很不准啊 所以变成是怎么样 美国的这些所谓的 我们说的特斯拉 其实在中国销量下滑 然后中国现在的新能车往上走 但是往上走的过程中 大家要了解一个重点 就是说 他不会所有中国的 这些新能车都往前走 他会留下头部 那这些所谓的销量 比较差 能够存存活下来的话 他会是最后的赢家 对 那你就要去判断 谁能够存活下来 对 那举例来说 现在的头部市场 那当然就是我们提到的比亚迪 那比亚迪他就占了 我们看新三项里面的两样 为什么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做新能车电动车 一个叫做锂电池 他有做 所以说林德斯大以外的就是他 他也有做锂电池 所以其实比亚迪 现在他是怎么样 他是变作说 我做电池 然后我又做电动车 然后我又以什么 他叫价格屠夫 然后去做横扫 那销量有没有上来 那销量当然有上来 所以 整体来讲的比亚迪现在是 现在的A股 卖的最好的一个所谓的车款 那我们看到后面街板 包含小米的市场 我就认为呢 其实现在就会开始做一个品牌战 所以以后可能就会有小米 然后会有这个华为的问界 然后会有比亚迪的车款 来当做一个中间性 那刚才我们最后第一个提到 就是太阳能电池 那太阳能电池 其实在A股的市场 叫做光伏 那光伏市场其实也不错啦 那光伏市场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相对来说 这一波比较强就是阳光电源 那阳光电源 那其实他也是比较强势 那代表了其实他就是说 现在的市场等于是什么 开始来做所谓的 从原来的基础消费类股 转换到所谓的 我们看到这些科技类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 这一波的反弹 从我们一次开始提到 他两支支柱 一个叫做宁德时代 一个叫做我们看到 韩武器就AI版 那昨天的反弹过程中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相对的来说 AI的概念就比较弱 所以科创版比较弱 创版就比较强 所以说韩武器昨天其实 反弹的比较少 那就表示现在的市场 告诉我们一个重点 AI可能在全球的市场 都可能要稍微休息一下了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能要注意 所以也就是说 各位看到 韩武器就没有创高了 反而韩武器在这一波比较弱势 所以包含 其实韩武器 如果以在入股来讲的话 今年以来涨29% 算是涨得多的 算多的 但是如果以一个礼拜来讲的话 他反而是跌3.57% 对所以这个我倒是觉得 大家可能稍微有一点 我觉得要特别留意就是说 AI的狂潮会不会走到现在 就是第一季结束之后 开始有一些回答 先回答之后整理完 看AI的展望 要展望要往哪里去走 所以目前看到 A股的这个走势呢 我认为呢 现在的一个一销一掌 就是说当大型股撑盘 然后新三样往上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两岸的连结 都其实是很深的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 锂电池概念股 还有电动车的整车概念股 比如很多是帮A股这边做 帮这些电动车 做这些连接线的 很多是在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大陆市场 深耕的这些汽车概念股 其实都被大家低估啦 那在低估的过程中 这一波如果遇到所谓的 A股的新能车的反弹的话 我觉得资金的轮动又会轮回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概念 你去看A股呢 还是一样一个道理 抓着电池抓着电动车 那有回档的话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站在一些 短线布局 可是长线的话 A股上阵指数 它会不会扶摇直上 直接去冲 我觉得还是这个 所谓的跌跌撞撞 慢慢的把底部电好 所以它还是比较属于一个 盘间的格局 对 没错 而不是一个 一飞冲天的格局 那个它还是一个慢牛 对 应该是说 从这个缓慢的下跌 然后开始逐步的 逐底有机会成为慢牛 从长熊到现在可能变慢牛 或者说开始逐底的阶段 以指数来说是这样 好 那在相关的ETF的部分 其实这里面的挑选 不就变得很困难 因为你如果纯粹挑 比如说 这个深中小猴 那么但是它那里面也会包括了AI 如果AI跟新人员跟电动车 现在又开始风格转换的话 怎么办 好 我觉得还是提醒大家一个重点 因为在台湾大家还是都一样 会以A50为主 可是我一直在节目中跟大家提到 包括在风影节目中跟大家提到 其实现在不要再去看旧的A50了 对你去看什么A50概念果 其实都一样 全部投的都是茅台这一类的 对银行保险然后茅台 对消费类 对所以反过来 我提醒大家可以去看 比如说中国的50政二 那他投资的是MSCI中国指数 他占比比较多的 就是这些所谓的网路中概股 这第一个台湾有的 可是那就可能跟腾讯 对对对 或者是阿里巴巴 对那今天我们还没有时间提到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要跟电池比较相关的 比如说有一个电池与粗能的ETF 那这个大家就可以做留意 好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会有机会再来跟大家来做分析 我们要非常谢谢 这个林昌新奇卧分析师 也是台湾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 为大家做入港股的解析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八点钟节目了 谢谢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